大家晚安 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玉土台风的最新动态 玉土台风呢 其实现在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呢 因为第一个 它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从礼拜一呢 台风宣传到今天才礼拜三 就已经增强成为一个强烈台风了 从预图上面可以看到 结构很好 台风也相当清晰可见 代表它是一个强度很强的台风 而且不排除呢 接下来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 还会持续的提高它的强度 强度还有机会再增强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 而第二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原因呢 是因为一开始各国的预报路径呢 都是它会逐渐的朝西北 再转往北 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 对日本对台湾来说 都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在过去这两天的这个模式预报 修正了幅度蛮大的 有机会呢 是持续的朝西北西 比较接近台湾之后呢 再转往北 甚至是呢 持续的朝着西 往菲律宾的方向前进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未来它的路径变化 还非常的大 那么预估呢 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会是落在下个礼拜二到礼拜三左右 现在会不会影响台湾 变数还很大 提醒您不用过于恐慌 不用太提前的担心 但是务必未来 还是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了 不排除都有接近台湾的可能 提醒您要多加的注意 那么台湾呢 这两天则是受到了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气温很明显的下滑转凉了 而且也是有一点点震雨的情况 转成一个比较湿凉的天气形态 那么好消息是呢 明天东北风就会减弱了 所以预计呢 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都渴望 逐渐的可以见到阳光 转成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建议您一定要好好把握明后两天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赶快的把一些秋天的衣服准备出来穿 准备要换季了 因为呢 很快的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 又会有一波新的封面云系 一个冷空气要南下影响台湾 东北风又要增强了 而且呢 这波东北风带来的冷空气 恐怕会是今年入秋以来 最有感的一波冷空气 最大幅度的一波降温 全台各地的低温都有机会降到20度以下 时间点呢就从这个周末假期礼拜六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二 全台各地呢都会转成一个比较偏凉 北部地区甚至是会有点点偏冷的这种天气形态 特别提醒您要注意了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次 这个玉兔台风它会怎么走 之前提过了 刚刚提过了 其实呢一开始是预估呢 它会逐渐的慢慢的接近台湾之后再北转 但是呢也不排除 现在也不排除有机会呢 是比较接近这个台湾之后 再持续的潮汐往菲律宾的方向前进 再进入南海 所以现在呢 其实各国的气象模式预报的分歧 都还非常的大 不排除是有机会比较接近台湾了 而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呢 是落在了下个礼拜二到礼拜三这一段时间 所以提醒您面对这个台风 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气温上面的变化了 刚刚提过了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呢 会明显的回温回暖 所以北部地区的高温 又可以回升到28度29度左右了 也逐渐的有阳光露脸 会是呢一段比较温暖又舒适的好天气 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了 不管是外出走走 或者是呢 把一些衣服给换季 都是相当的适合的 而很快的 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封面通过了 北部地区开始有一定点下雨了 气温这个时候也会开始往下滑 一直到礼拜六呢 北部地区的低温啊 跟礼拜五就会相差从29度到降到20度相差了将近有10度之多 特别提醒你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那么呢很快的在这个礼拜天呢 低温更会降到只有17度 而且呢这样子比较偏凉偏冷的感觉呢 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左右 所以等于是呢 从周末加起一开始到下个礼拜二左右呢 都会是一段比较长时间 偏凉偏冷的感觉哦 这个是北部地区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在过去几次的冷空气感受比较没有这么的明显 不过呢 这一波冷空气也会让中南部地区的 这个清晨跟晚上降温会比较明显一些 来看一下礼拜六过后呢 这个南部地区的低温也会降到 大概只有23度左右 那么呢到了下个礼拜一二呢 更会降到大概只有21度 空旷地区也不排除 会降到20度一下 跌破20度一下 中部地区呢 也可以肯定哦 大概会降到 大概只有18度到19度左右的低温 所以特别提醒您哦 未来这段时间呢 中南部地区虽然说白天 还是有阳光露凉 还是比较温暖 但是呢 从礼拜六开始的清晨跟晚上 也会变得比较凉 比较冷一点点 大家要多加留意 日夜温差大的这种天气情况了 同样的也是要赶快的 把握比较稳定的天气 把一些比较保暖的外套 准备出来穿 下个星期呢 从礼拜六开始啊 其实呢 在这个清晨跟晚上 比较保暖的外套 就会派得上用场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哦 刚刚提过了 其实呢 明天整体来说 天气都会逐渐恢复稳定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 一些零星降雨之外 西半部地区呢 都是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大家好好的把握 那么好天气呢 会持续到礼拜五的白天 礼拜五的晚上 封面通过之后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又会开始 再度的下起雨来 这场雨呢 会持续到 礼拜六的清晨这段时间 礼拜六的清晨过后呢 比较干 比较凉的空气 就会南下了 这个时候啊 不仅仅是气温会往下掉 而且呢 干空气也会把水气往外推 各地呢 就会逐渐转成多云 或者是多云时期的天气情况了 这一波冷空气呢 水气是比较少的 是属于比较干凉 干冷的空气 可以看到到礼拜天呢 就连东部地区 也不太会下雨了 全台各地呢 都是一个比较干凉 干冷的天气情况 好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这段时间 西半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就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就一些零星降雨而已 整体来说 各地的天气状况 其实都还不错 唯一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就是赶快把握好天气 准备换季 因为周末假期又有一波 今年入秋以来 最强的一波凉空气要南下了 所以呢 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哦 礼拜六呢 封面更多北风增强之后 就会有大幅度的降温了 北部地区低温 大概降到只有 16 17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呢 在礼拜六开始 早晚也会转凉 转冷 日夜温差打 大家要多加注意这一波的温差变化 小心不要穿搓衣服感冒照亮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